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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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了一共5届奥克3C联赛中4届冠军 越野风在队中作为核心队员 负责比赛的大部分指挥任务 可谓鞠躬之位 除了团体赛外 被拿到了几乎所有的双人三人 单挑比赛中的冠军 因此他成为了众多人的偶像 当时无愧的奥克3C第一人 就连地图作者也直接将象征胜利的建设 用越野风来命名 直到后来 奥克3C圈爆发的外挂带打对分事件 以及地图的不更新 导致了奥克3C的衰败 而真三糟蹋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兴起 越野风也找不到了那份奥克3C的激情 尖尖的转型真三 这个以刀子为蓝本 修改的中国RPG 仅仅在玩了真三几个月的时间之内 特别练就了中法较高的水平 被很多真三玩家做明迹 在真三界短暂的停留了一段时间后 2009年12月下旬 越野风正式加盟职业刀子战队 老三爹盛光天逸 明迹刚刚离队 兴致的位置 很多人都质疑零九的选择 但是越野风用他不懈的努力 可实力向大家证明 今日奥克3C的王格 在刀子戒中 依旧能够站在顶峰 虽然刚开始的时候 越野风的表现很一般 似乎只会一个水人 而且很多比赛的时候 一直不够到位 一度不怎么被人看好 但是识别三日 当刮目相待 当老干爹重新强势地出现在 在人们眼前时 我们发现 越野风已经成长起来了 很多英雄在他手上 都会变得相当出彩 十英里吉祥的他 来到了高榻界中 也依旧如鱼得水 很快在杠克领域 打出了自己的一片天 在比赛中 他总是能在不经意间 拿下对面人头 凭借着敏锐的嗅觉 完成收割 让人拍案叫绝 而这些表现 对于他来说 仅仅是一个开始 老干爹在2010年上半年的表现 可谓无语伦比 而越野风正是那个时期 带领老干爹 公务不克的最大功臣 他所使用的黑暗贤者 风行者 恶魔巫师等英雄 让人看得如痴如醉 很多外国网友 在欣赏了越野风的表演后 为其深深蛰伏 称其为威神在世 而老干爹也获得了 当时是唯一的美丽 他的恶魔巫师 被国外高速gamer的网友 打架 连维哥斯看了 也会泪流满面的 越野风的恶魔巫师 强大到无语 在他面前 任何牵手连招 都会被他完美地切出打断 作为国内最早 使用风行者的选手 他在八百中的速度低 以及烈士路 一人压对面三人的打法 而获得了第一风行的称号 是他将风行 站上了C打步的舞台 将风行者这种全新的用法 逐渐不及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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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